你知道为何雷神的结局会如此悲惨吗 竟然在境界上被自己的老大哥红给甩出了一百条件 不过看看他的老师也就没有那么惊讶 在看视频之前 能帮小编我长按点赞三秒吗 太感谢了 喜欢吞噬星空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 不然下次就找不到我了 废话不多说来看今天的视频 众所周知 雷神是地球上的第二强者 也是唯一一个实力被红所认可的舞者 两人即是竞争对手 也是过命的好兄弟 虽然雷神只是第二强者 但是在人们的心中 他的地位与红无异 都是最强的存在 虽然红的实力是公认的第一位 但是雷神跟他的实力也差不到哪里去 毕竟雷神是行星级七阶舞者 而红只是行星级六阶舞者 但是因为红觉醒了领域技能 才使得他的实力成为了行星级无敌 即便是这样雷神也算是紧随其后 但是随着罗锋的加入 地球三兄弟开启宇宙之旅后 他们之间的差距变越来越大 罗锋依然不必说 自从加入到虚拟宇宙公司后 被混沌城主收为关门弟子 凭借自己的天赋 最终达到了永恒真神的境界 而红也很幸运 先是跟在了时光界主落修行 后进入到巨斧战场的核心层 凭借着出色的天赋也是被巨斧看中 成为了寂名弟子 由虚精之主亲自叫道 虽然后来红有引荐雷神给虚精之主 但是因为虚精之主害怕麻烦 并没有收雷神为弟子 但是看到雷神的天赋一笔 也就仅仅安排了一名尊者收雷神为弟子 不过即便是被区别对待 雷神也没有气馁 而是加倍地努力训练 最后通过考核 得到了雷霆界主的传承 最终雷神也是达到了宇宙之主的修为 而红在巨斧创始者的教导之下 通过一万六千纪元的潜心修炼 最终突破到真神境界 成为人类第二十三位真神强者 可惜了雷神没有一位好老师 不然绝对境界不舒服 那么你觉得真的是因为老师好坏的原因吗